一百季十七年 六字九十 亲爱的长辈 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疫情似乎还在蔓延 不容易过气 然而 在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它呢? 当谈到困境 我们就想到就业的月博 月博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 圣经说它成了名中的笑谈 甚至有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 他内心极其的忧伤 以至眼睛都昏花了 可能是流进了泪水 他也深深感受自己生命的短暑又暖弱 就像影儿一样 没有什么意义 虽然如此 月博仍然坚持艺人的道路 我不放弃 正如苏本华在老人以海中说了一句话 人是可以被摧毁 但不可以被打败 但不可以被拍败 马丁路德金说 我们可以失望 但不可以绝望 我们仍要坚持到底 那什么力量能使我们坚持到底呢? 月博面对这么大的磨难的时候 他的力量从何而来呢? 其实生命中有两种力量 就是面对生活动力的力量 一种是身体的力量 你只需要足够的食物和睡眠 你的体力就会恢复 你的体力如并恢复 然而有第二种的力量 他有对自身力量 我们称它为生命精神的力量 他只需要借助多层面去拥有 你需要绝对多个人命来拥有 今天和大家分享三个层次 第一就是道德的力量 月博这么说 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 守洁的人要立上加力 我们知道月博被误解 他的朋友在旁边不断地控诉他 他们用所谓的正统的道德观来批判 虽是如此 他却不灰心 他没有放弃 因为他清楚自己是守洁心亲的人 这就是道德的力量 别人怎么看你 别人怎么说你 并不重要 神怎么看你 你怎么看自己才是关键 人的话是很自我的 你开车的时候 你咒骂行人 你走路的时候 你这咒骂开车的 遇到不幸的事 我们就会怨天不公 好事来到的时候 我们又说上天有眼 我们有时候骂儿女 每大每小 可是我们出门了 别人误会我们原本母女关系 误会我们是姐妹 你又乐得喝不浓嘴 人的话可当真吗 亲爱的弟兄姐 所以不要把人的话看得太重要 一直耿耿意怀 朝宗话说 你不要把别人的话当着气 放在心里面 另一方面 当你说某人或某些人 使你伤气 使你灰心的时候 你正要将生命的主权 交给了他了 意思说是他决定我灰心 上志 而不是我可以控制我自己 所以有一位哲学家说得好 别人或外在的事物 不会让我们苦恼 我们相信别人 可以给我们带来苦恼 才是苦恼的根源 而更重要的呢 我们在上帝面前要审查自己 我们问心无愧 手节心轻 所以半夜三更敲门也不惊 所以人怎么说不重要 你良心告诉你 良心才能打 在上帝的面前你问心无愧 才是你力量的根源 保罗在罗马书九章一节这么说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 并不谎言 如果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 给我做见证 因此保罗很大胆地对百姓说 因为他问心无愧 所以我们恳求天父帮助我们 做一个手节心轻的人 第二 是什么力量使岳伯面对困局 知识和智慧所带来的能力 岳伯这么说 年老的有智慧 瘦高的有智慧 岳伯记十二章十二节 而岳伯就是一个有智慧 有智慧的老人 所以他知道如何去应对 那些朋友无知的功绩 所以说知识和智慧会带给人能力 正如真言书二十四章第五节说的 智慧人大有能力 有智慧的人立上加力 知识让人看见问题的所在 智慧让人走出问题的困局 智慧让人走出问题的困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小看知识和智慧的力量 那么智慧和智慧的力量从何而来呢 那么智慧和智慧的力量从何而来呢 第一就是从你的生命里面的经历 因此不要把过去那些不如意的遭遇 看成是不好的 因此不要埋怨 相反的上帝可以把这些遭遇转化成我们生命的祝福 相反的上帝能够讲到 摩西如果没有在旷野的遭遇 他就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百姓 离开埃及过旷野的生活 夜色如果没有受到被迈的遭遇 他就不可能成为埃及的宰相 成了以色列百姓的祝福 让他们不至于灭了族 这都是上帝的恩典 都是神的带领 因此我们必须用这样的智慧去看过去的遭遇 让我们过去所遭受到的一些打击 转化成我们今天生命的深度 不再是那么肤浅地去看待人生 对别人的原意也不是太过重视 相反的懂得依靠上帝 仰望上帝 这就是从经验中所得到的智慧 知识从哪里而得呢 第二 从阅读而起得 阅读就是从别人所写的书中 去得到知识和智慧 要写一本好书 是不简单的 他人生必须有业力 他的文笔必须很尖锐漂亮 他的生活能够去印证他所写的 他的书就大有力量 我就从这些书的智慧里头 吸收成为我的智慧 我的人生就懂得如何去面对困局 怎么样去面对每一天生活的处境 有人这么说 一日不读书 面目可真 也有人说 三天不读书 犹如一只猪 猪就任人宰杀 有一些人没有知识 任人欺骗 有一些人没有智慧 不懂的分辨 是非 很容易就受骗 很容易就掉进千套 因为他像猪被人宰杀 因为他没有智慧 他没有知识 他没有读书 他没有从别人的经验里头去吸收智慧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有知识 有智慧的人 有一种复利的功能 什么叫复利呢 复就是复杂的复 重复的复 力就是利益的力 我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点 我明天比今天再进步一点点 十年之后 我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一个充满着智慧的人 我今天如果比昨天退步一点点 我的明天比今天再退步一点点 十年之后 我就成了一个起不了的人 渐渐变成一个疑魅人 这就是复利的功能 求神帮助我们 每天学习 每天成长 这是第二 第三 以盼望和渴望 去拥有力量 岳伯在困境中间 他深深知道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因此他没有失望 他没有绝望 他没有放弃 以至于他不成为一个被羞愧的人 被羞辱的人 相反的 他能够去面对处境 面对排斥 面对误解 因为他有智慧 因为他有盼望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的神在我旁边没有离去 当你在困境的时候 你所爱的人都不在你身边 你孤独一人面对 那是苦上加苦 相反的 你知道有人正在等待你 给你力量 你就自然而然站立起来 请面对困境 走向未来 那个老人 自从知道自己的儿子在战场上失去了 他每一天早上 不再像过去一样 一早就起床 快快就到门外 打开信箱 看看有没有来信 这些动作不再做了 因为他没有盼望 他知道没有孩子的信 没有盼望就没有力量 每一天都是负担 盼望和渴望是一股强大的能力 正如诗人所说的 靠你有力量 心中想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 他们经过流泪谷 叫这谷变为全员之地 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国 他们行走立上加利 他们行走立上加利 个人要到西安朝见神 以色列百姓被俘虏到巴比伦 他们没有忘记西安 他们渴望回耶路撒冷圣殿 而这种渴望就是一种力量 使到他们能够经过流泪谷 使到他们能够立上加利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生命里头 有了这种渴望 生命不再是一种负担 不再是一种重担 生命充满着希望 没有希望的人 就像一直在玻璃浸上乱闯的苍蝇 就正如岳伯接下来所说的 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 若下塔在黑暗中 若对小坏说 你是我的父 对虫说 你是我的母亲姐妹 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 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 等我安息在尘土中 这尘土必下到阴间的门栓那里了 你可以想象 在困局里面想到的将来是阴间 什么盼望都没有了 活着只能够为着今天 一个没有将来的今天 一个没有明天的现在 是一个孤独的 是一个重担的现在 是一个淡淡的现在 相反 我们今天在上帝里面有盼望 我们可以勇敢地去面对未来 这是很重要 有一些人 他说这都是你们基督徒自己想到的未来 自己想出来的盼望 其实人就是在时间中过去就结束了 一个没有将来的现在 这种人的生活是没有盼望的 就因为没有盼望去故意制造一个盼望 没有上帝自己去创造上帝 那种上帝 我们称他为哲学家的神 是冷冰冰的 不是亚伯兰以撒雅各的神 是向我们启示的上帝 是自我向人显明的主宰 是充满着温情的 是我们可以跟他有交流的神 这如希伯来书所说的 我曾经见过他 我曾经见过他 我听过他 我听过 这位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 道成肉身了 来寻找我们 因此这个神并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 当一个人去创造神 他明明知道 这神是所创造出来的 他自然就否定这样的神 就像尼采 他说神死了 神怎么可能会死呢 神之所以会死 因为这个神是尼采创造出来的神 因此那样的神是会死的 没有神又不可以 他自己要做超人 他自己要成为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结果尼采到晚年 他精神非常错乱 超人从马掉下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谦卑 我们的盼望不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 我们的盼望是那位上帝所给我们的 因为他的存在 他给我力量 因为他的存在 他借着盼望给我看见美好的未来 所以保罗释奉上帝 他说我想起将来的荣耀 他说我想起将来的荣耀 这不过是自占自卿的苦楚 只不过是自占自卿的苦楚 一个人 因为盼望 因为盼望 看见孩子 就看见未来 他就忍辱地照顾孩子 虽然丈夫不在身边 虽然他们是没有爸爸的孩子 虽然他们是没有爸爸的孩子 我也要忍耐地抚养他们成能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孩子的身上 看见盼望 如果他们看孩子将来都是不好的 将来孩子都是非常穷困的 非常野蛮的 是会给社会带来灾难的 他们绝对不会抚养这样的 因为孩子给我带来美好的盼望 所以我今天忍耐地去面对困境 我今天可以面对困境 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的指望是指向神 不是人 人会改变 上帝的爱永远长存 所以当我指望神 生命就变得不一样 正如哥罗西书所说的 照他荣耀的全能 得以在各样的世上立上加力 好叫你们凡事翻覷 flu 得忍耐宽 任何事情 在困境中间 我都可以 erw暂ань 因为有神 神没有离弃我 神没有放弃我 他是我的盼望 所以保罗进一步再说 我知道怎么样处悲见 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 或饱住或饥饿 或有盈或缺乏 随事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能做什么事呢 就是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 多少人一丰富的时候 就堕落的开始 多少人有钱的时候 就开始泛滥 就变成傲气凌人 因为他不懂得处丰富 也知道怎么样处悲见 我困难的时候 我也知道如何去面对它 亲爱的弟兄姐 这就是神所赐的力量 或饱住或饥饿 或有盈或缺乏 他说我凡事都能做 这就是保罗的神学 这就是盼望所带来的能力 而岳伯在困局中间 神向他显现 叶伯与神相遇之后 他全然的降伏在神面前 他胜过了心中的不平 朋友的气笑 他们对他的无理的指控 他都心难接受自己的遭遇 借着上帝给他加倍的赐福 因此在困局中间 不要计交在困境上面 当你把困局成为你的焦点 它就会变越大 就越来越可怕 你每一天想疫情 你越想就越担心 这个地方也不敢去 那个事也不敢做 很快就患上了忧郁症 相反的 我们把眼目转向耶稣 你专意地依靠他 因为没有任何事 没有任何困难 大过上帝的恩典 所以依靠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欣然地去面对 心中有平安 耐力有喜乐 所以不要计交在问题上面 事情往往也不是 你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问题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大 相反 转目指向耶稣 你依靠他 在他里面 大事变成小事 小事变成没事 我们就可以在他里面 找到真正的安息 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 每一天过喜乐的日子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大家默默地祈祷 为自己祷告 为家人祷告 不要去忧虑 不要把焦点放在困难上面 无论家中有人生病了 无论明天经济似乎会面对困境 让我们今天转向神 神说 不要忧虑 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今天的重担 今天断就够了 看哪天空的飞鸟 不重也不收 我都养活他们 你们是我的儿女 你们岂不是比飞鸟更贵重吗 我们仅仅抓着神的应许说 你要寻求神的国和义 你一切所欣的 我都会加给你们 我们深信神 神是丰富的主 祂更是我们天上的爸爸 祂一定会供应我们 照顾我们 不要害怕 心中充满平安 来面对明天 因为每一天都有恩典 我们默默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的主 与我们同在的神 我们的处境 你生生知道 你的恩典 你会深深临到我们 给我们在任何困局中间 不忧天 也不怨人 相反依靠你 心中有平安 以喜乐的心境去面对 上帝与我们每一个人 和每一个家同在 有人经济有困难的 为他开路 有一些遇到一些事故的 我不知如何是好 然而你的话说 你在旷野开道路 你可以在沙漠开江河 因此我们深信 一切的困局都可以被克服 你与我们大家同在 有我们喜乐的灵 充满我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阿们 小明天